首先在過渡之前 我借這個小小時間 去多謝蔣六堂給我機會實習 亦多謝弟兄姊妹對我的提點和關愛 願意的因爲慈愛常與你悶同在 耶穌在加利利多個會堂去教訓人 他致病廣貴 全揚天國的福音 一個外邦的統治者 他一定有留意到在他本客的地區 所發生的大小事情 他相信耶穌有能力去醫治他的仆人 因此他拜託幾個長老去請求耶穌的幫忙 他的信心之大 只是祈求耶穌賜給他一句說話 一句醫治的能力的說話 事情就是這樣成就了 信心使到他能夠跨越一切的難所 信心使他能夠甘於去降臂 信心能夠使到人甘於鼓勃在主的詩恩補助前 蒙恩為求年信 我們一起套報 我們的心向來等候耶穌和華 他是我們的幫助 我們的囤牌 我們的心必靠他歡喜 因為我們向來倚靠他的性命 我們向我們施行慈愛 阿們 在剛才一個人言之中 我們好像已經將經文作了一個總結 經文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看經文不能夠單單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就算為完結了 我們也要嘗試思想一下 經文有沒有帶給我們另外一點的亮光 在盧甲浩這段的經文 他比馬太福音所記載更加詳細 雖然場景上 人物、角色上好像有不同的地方 但我們仔細分析下去 實際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經文結構之內 我們看見有兩個代求的行動 一個是長老 一個是伯夫長 當然 更有一個充滿憐憫心的耶穌 經文吊詭的地方 是在這幾個長老 竟然會為一個外邦人 又是一個管治他們的伯夫長來代求 在整個四福音之中 好像從來都沒有出現過這種事 一個處於二邦的統治者 可以說要風執宮 要雨得雨 他大可以殘民與致肥 他日可以依錦還香 好像當日耶路撒冷 任益總督的比拉多 在猶太歷史學家若失孤的紀錄之中 比拉多可以說是惡憾累累 腐敗掠奪 殘酷 濫殺無辜 在猶太人的心目之中 是聲明懷頭 另外呢 耶穌時常傳福音的地方是在加利利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正是希律安提伯 管轄的地方 希律安提伯 就是娶他的兄弟的妻子 希羅底 並且殺死施洗若汗 那一位 他聽到耶穌的名聲 以為是施洗若汗的部門 他想要殺萬耶穌 但是在他管轄的加利利 有一個地區 加白 一個白部長 他卻是反其道而行 他竟然是以外民如子的心去管治 更為受管治的人去建造會堂 而會堂 在當時來說 就好像我們今天中國人的祖宗的前行 宗教聚會的地方 一個聚腳交易的地方 奇怪的是幾個長老 他很誠懇去求耶穌 他說 李吉他行者是 是他配奔的 這句是出自長老心中的說話 李吉他 是幾個肯定地相信耶穌的能力 不是嘗試 不是嘗試 或者是可報 幾個長老 為甚麼對耶穌有這麼大的信心 在4章31節 在4章31節 耶穌在加白龍會堂 講族烏龜 會不會是同一個地方 他醫治坦字 安息日 在會堂 醫治一個右手 烏乾的人 在37節 他說 於是耶穌的明星 傳遍了那一大地區 幾個長老 可能曾經親眼見到 或者是聽聞 以至他們絕對相信耶穌 有從上天而來的能力 今天 百夫長的拜託請求 長老們他們認為是百夫長配奪的 幾個長老 一直都沒有質疑到耶穌的能力 他們很肯定耶穌一定能夠做得到 而百夫長更加會得到他應得的收穫 因為他是以仁愛去愛護他的百姓 是作為一個故母官應該具有的基本態度 一拿真正無私的愛心 幾個長老是由相信而至肯定能夠成長的 在六甲福音 清楚地寫下這個百夫長 托幾個猶太人的長老去請求耶穌來醫治他 這一點在馬太福音 只是記載這位百夫長 是在耶穌基督進入加伯龍的時候 親自直接去找耶穌求他幫助 兩段的母親書 發生了兩個不同的場景 當然我們不能夠改動原文之中的表述 但是我們要理解一件事 在當代人的觀念之中 他們認為我猜派人去到你那邊 代表我親自去見你 而我猜派的人所傳說的說話 會不會兩本福音書 因為他面對的觀眾 他的群眾不同的時候 他們用了不同的表述方法 實際是恕途同歸 百夫長又為甚麼會愛護他核區之內的猶太人呢 百夫長雖然是羅馬一個軍官 但是在當時羅馬帝國的管治之下 一些下級的軍官 他們大部份是來自這個黎巴嫩 是不是敘利亞的地方 即是我們所說的護庸兵那一類 我們可以開想 如果這個軍官是羅馬人的時候 為甚麼他不求他羅馬的諸神呢 我們在聖經之中 在其他文言之中 都發現羅馬人很多神 包括現在還有的遺跡 巴特隆神 這個白夫長 他是受僱於外族 工作於外國 一個離鄉別井的人 去管治一些亡國 而失去自主的人 會不會生發了一種同理神 由憐憫 以至愛護 推己及人 白夫長 貴為一個管治人 他一定有留意到 在他管轄的地區發生的大小思泉 由太人社區之內 發生了這些神跡歧視 他怎會不聽話 甚至去沉根究底 以旁有人去妖言或眾 或者善風點火 製造時端 白夫長由蜂文 以至求證 他相信耶穌有能力 使生命隨危的博人得到醫治 但他亦明白到 猶太人 他們是一個潔淨聖烈的傳統 猶太人認為外邦人 是非潔淨之物 故此他們很少黃話 白夫長自己既然是外邦人 又會不會求得到這個猶太人 去幫助自己呢 故此白夫長 他要拜託這幾個鄉身 或者是民間的領袖 去代為求情說訪 當耶穌來白夫長的家 不遠的地方 白夫長應該已經知道 當耶穌要拜託他的家門 他再派幾個朋友 向耶穌表明自己身裏的負擔 和罪咎感 他明白自己是外邦人 得到耶穌願親自立即 去醫治他的仆人 他內心感到不悔 不悔的領袖 所以白夫長以自己工作上的權柄 來作出一個比喻 他求耶穌以他的大能 說出一個醫治的說話 白夫長信心那麼大 以至耶穌非常驚訝 這個外邦人竟然有這樣的表現 但是白夫長的信心 又為什麼會這麼大 我們會不會留意到 他的朋友 在他專述的說話之中 說了些什麼 他稱呼耶穌為主 一個有權有勢的人 他甘於是降碑 而稱呼一個他敬重 相信的人 奉為自己的掌管者 相信 他一定在聽聞之中 在留意之中 經過多方的觀察 真正相信耶穌是一個大能者 擁有來自屬天的權柄 主耶穌的話 就是上主的話 主耶穌在聖天的時候 曾經說過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遲給我了 這個權柄就是上帝所應許的 他別定勝就 白夫長相信所見所聞的一切 以至他高呼 主啊 主啊 充滿念密心的耶穌 耶穌聽到一個熱心公益 而愛物如子的人的請求 疑惑不說 就和幾個長老一起前往 當白夫長 這麼真摯地表現了他的謙卑和不沛 更稱呼耶穌為主 舊的和合本 舊的和合本 用上稀奇 在新的和合本修訂版 是用上原文之中的班譯為經牙 但新日本 聖經也是譯為驚奇 似乎更能表達到耶穌當時的心情 這麽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我都未見過 在舊約 歷代至下三十四章的經驗之中 當希拉加祭司和約西亞王所派的人 向胡勒大女仙之求問 他們聽到的是什麽 而我說以色列的上帝曾經這樣說 要在上帝面前 要在上帝面前 謙卑下來 撕裂衣服 向上帝哭入 因此上帝就應允了你 一個君王 尚且需要這樣 我們又需要怎樣呢 主耶穌曾經按過 我 犯自己謙卑著者小孩子的 他在天國裡 就是最大的 信徒 若果能夠以真誠謙卑的心 時作自省去討告 必定無常例的英偉 在經文之中 還有一處的地方 是大家需要留意的 就是第六叫第八節 他民意建構上 造成一個信心的強烈對比 八姑掌表示 他擁有屬人的一定權力 他可以對人孤之之內 揮之之去 一個擁有實權的象徵 但是總不能夠以耶穌屬天的權兵相比較 八姑掌公他 基督的大能 他是絕對肯定耶穌神聖尊貴的權兵 只要耶穌的一句說話 已經可以黑勝一切的捆綁 束縛 戰勝死亡和黑暗 以至他高高主要主要 八姑掌有什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要在主前謙卑 八姑掌自以為不配去見耶穌 就是他自己覺得我沒有資格去 而是到主的面前 正正式式就是需要這樣的心態 是要完全明白 但我們是沒有什麼值得應得到的 因為我們是一個罪人 罪使我們沒有資格去領受耶穌的恩典 唯有靠著有赦罪權兵的耶穌 才可以得到死人 愛心 八姑掌好像曾經聽過耶穌 在第六章二十七至三十六節 所講關於愛的說話一樣 他愛民如子 為百姓的需要而建設 愛低下的人 在當代 因為 博人是一個可氣之物 如果他有病的話 可以趕他出門口 就解決 但八姑掌不是這樣做 代求 八姑掌為博人的需要 反而以主人的身份 代替博人去祈求 去哀求 去哀求 去請求耶穌 耶穌也在聖經曾經說過 你們祈求 你們祈求 就吸你們 尋找就尋見 叩門 就吸你們開 我們信奮 我們信奮 為別人所需要去祈求 去代求 去應奮 為處於困苦 握困之中 心靈軟弱的去代求 為處於悲傷 為處於悲傷 無助 的人代求 更加要為處於喜樂 歡呼之中的人 去感恩 代求 但被代求的人 不能單純依賴別人的代求 就以為我必得了 因為你要記住 信心在你的心裡 不是別人代求 可以將信心 擺在你的心裡 而是你願意將自己的心 躺開 讓基督進入你的心裡 作為守衛的時候 代求 可以幫助我們 使我們所要求的事情 能夠得到成長 信心 百夫長相信主的一句說話 就可以成就 他表現了一種直接而肯定的信心 故子耶穌這樣說 這麼大的信心 在以色列 我都沒有見過 在萬聖読音八章十三節 耶穌向伯姑長說 祂說 你回去吧 照你的信心成全你 在希伯羅斯十一章一節 大家會熟悉的說話 就是信 就是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 對未見之事有扣具 保留更是以不所書二章八節說出來 你門得救是本無恩 也恩著迅 这并不是出于刺激 乃是上帝所掌持的 伯部长的谦卑 爱人的心 代人祈求 一个莫大的信心 可以作为我们信徒时常 互相提醒 互相圆满的说话 病得医治 是上帝能力的彰显 病中的软弱 就好像保罗在恐怖之中 曾经三次去求告主 主对他这么说 我的恩典是救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 在人软弱上显得完全 人在陷于无助 艰困的时候 仍然能够去赞美主 在绝望之中 仍然能够去歌颂主 上主的请求 将在迷惘 无助 困难的生命之中 显得更为完全 我们的上帝 是满有恩典慈爱的上帝 无论你是什么种族的人 你祈求什么事情 主要你怀着行公义 好联敏 全圈悲的心 愿与上帝同行 主必定保守你们的 心怀意念 作礼生命的税领 作礼生命的税领 人 若果无信心 一切代求 亦都归于无由 尚主在你的生命之中 亦都不能够做什么 我们领受奋备 请在我们的站立 我们与众师徒信经 请大家可以从